为了帮咱们节目的粉丝朋友们在19年买保险的时候都不被坑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份这样的武林秘籍 这里面都是一些保险避坑攻略啊 理财方法等等这样价值千金的实用招数 点击小思淘宝的头像进入主页 点私信按钮 回复暗号武林秘籍 就可以免费的拿到了 有没有用 你看了就知道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思淘宝 经常我们在微信后台看到会有朋友留言说 说我知道保险很重要 但是我收入本来就不高 你让我拿什么买保险呢 其实这个情况恰恰相反 越是收入低的家庭承受风险能力也就越低 也就更应该配置上保险了 而且保险它并不是什么奢侈品 只要是做好规划 买保险是不需要花很多钱的 因为保险它是可以灵活选择的 就算家庭的年收入只有几万块钱 咱们也可以先用比较少的钱去配这些核心的保障 等收入增加了 再去慢慢的完善 所以下面咱们来说一说 对于一个收入不太高的家庭 具体应该怎么来买保险呢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份保险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能赔多少钱了 所以咱们就应该优先去买这个保额 多关注这个消费型的保险 因为消费型的保险往往能用最低的保费买到最高的保额 那如果说一个保险能附加上一些理财 返还分红的功能 保费的就会大大提高 那咱们能买到的保额就会降低 所以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要优先考虑消费型的保险 再考虑带有理财属性的保险 那其次呢在保障期限上同等条件下 保终身肯定比保定期要贵 所以我建议啊 优先选择定期 然后再考虑终身 很多朋友啊总是害怕 说定期保险万一过了期限没赔 不就买亏了吗 但其实啊 买保险可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抵御家庭的财务风险 一个人的收入能力的巅峰 大概也就在退休前的几年的时间 这个时候呢 往往也是上有老下有小 万一这个时候倒下了 对整个家庭来说 打击是最大的 但是过了这个时间段 父母可能就不在了 孩子呢也长大了 那这个时候万一倒下了 对家人来说 可能更多的是倾情上的打击 在经济上的伤害呢 就没几年前那么大了 所以说如果说预算优先的话 肯定是优先去配置 需要保障的这个阶段 再有一个啊 就是咱们家庭配置保险的时候 一定要优先给家里收入最高的人买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 很多人觉得啊 这个孩子容易生病 所以要先给孩子买 但是你想啊 孩子生病了 家里大人呢 还能继续挣钱 还能照顾孩子 可是如果家里大人生病了呢 或者生故了呢 难道让孩子去挣钱养家吗 这个道理啊 其实和上面那条是类似的 一定要把有限的保费用在刀刃上 才能获得更好的保障 那只要说咱们按照以上这几个原则去配置保险 你就会发现啊 其实在家庭里面配置保险 真的花不了那么多的钱 那最后啊 咱们今日头条的粉丝朋友们呢 一定要点击视频下方的了解更多 可以快速的领取我们的武林秘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